茶掌特工队今天我们来看是在冬天大家很喜欢吃的火锅 那么有没有发现虽然很多店家不敢涨价 但是呢都在食材上动脑筋包括了这个肉片呢 是越来越薄了薄到可以透光 那么专家表示呢一般来讲火锅店的肉片 很多是切0.03到0.05公分左右 但是真的要吃到有口感的肉片呢 必须要0.1到0.3才算是肉片中的黄金比例 好夸张啊 这肉也太薄了吧 它薄到我都夹不起来 来到知名牛排集团旗下新拓展的吃到饱火锅店 粉红色的肉片薄得夸张 看看这一片一片几乎都可以透光 下锅主更明显一不小心刚下锅的肉片 好像就融化在锅底里 诶 肉呢 我快融化了 打不到 向店员询问肉片薄如卫生纸 难不成是为了反应有电霜掌连肉片也缩水了吗 店员直言好多客人都问过 同样的问题 肉片薄到透光的情形 竟然也出现在这间 圈台有41间分店的大型连锁吃到饱火锅店 负责现场切肉的员工低调表示 站在第一线服务客人客人的反应超直接 但肉片的厚薄度全由公司规定 员工也莫可奈何 其实肉片药后药薄全都取决这台机器 实际询问其他火锅店业者专业切肉手说 一般评价吃到饱的火锅店肉片大多约0.03到0.05公分左右 但其实要吃到肉味店家坚持切0.1公分到0.3公分的黄金比例 火锅店业者就说肉片若是切得太薄 就只能像这样平铺在餐盘上 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才卷得起来 消费者若是到吃到饱火锅店 发现这肉片都薄到透光 恐怕得多跑几趟肉片区 才能在这个万物欺掌的时代里 吃肉吃回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鼓民将近 高雄雄报道